《海贼王》,北田伏笔太深,福姿福丢的是橡胶果实。红发神助攻。 《海贼王》是一部很好看的动漫,改编自伟田的同名漫画,讲述了陆飞的成长故事。不管是音乐还是特效都做得非常棒,从播出后就有了较高的收视率。在《海贼王》2017画的剧情中,笑语用自己的能力控制了百兽团的人。 百兽团的人大多跟动物有关系,而小玉的丸子可以驯服动物,让他们把自己当作主人,并乖乖听自己的话,因此小玉可以说是完美地克制了百兽海贼团,这也为陆飞和草帽团缓解了压力。 此外,山智和奎因也展开了一场战斗,山智作为草帽团的三大战力之一,他的实力遭受了不少观众的质疑,有些人觉得他配不上三大战力的称号,而山智将会在这场战斗中证明自己的实力。 值得注意的是福兹福和圣平也展开了战斗,福兹福十二年前入狱,后来顺利地逃脱,这个失误跟恶魔果实获者能力者。 简单的说就是他在成为CP九成员期间护送过一颗恶魔果实,可惜的是他把这颗果实丢了,并被关进了牢里,福兹福从牢中脱困后就成为了凯多的手下。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,十二年前陆飞刚好吃了橡胶果实,而红发也带着自己的海贼团成员来到了风车镇,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福兹福押送的就是橡胶果实,而他们遭到的敌人就是红发海贼团。 红发打败福兹福后就把橡胶果实放在了船上,这时候正好被年幼的陆飞吃了,后来红发看到陆飞吃了果实后并没有太多惊讶的反应,虽然他言行举止似乎很夸张。 但是他的眼神是很冷静的,似乎是早就知道陆飞会吃掉橡胶果实一样,也正是因为如此红发才会冒着生命危险。 从镜海贼王口中救下陆飞,这时候他已经决定把胳膊堵在新时代了。 不得不说,伟田的伏笔太深,陆飞吃的橡胶果实在1017华中才给出线索,这个伏笔的跨度属实有点大了。 而且这样一来还能体现出伏资幅跟红发有过节,这样一来红发和凯多将处于对立状态,如果陆飞真的打不过凯多,那红发有较高的概率出来就场。 不过有些网友也提出了疑问,那就是橡胶果实目前的表现很一般,为什么世界DF会让CP就亲自押送呢? 下面笔者给大家分析一下就知道了。 笔者认为大秘宝很有可能觉得需要橡胶能力者才能开启,按照伟田的风格来看,他很有可能设置这样一个剧情。 那就是乔基伯一是橡胶人,罗杰去拉夫德鲁后发现那边写着你有橡胶果实吗?没有的话就会去吧。 罗杰看完后十分无奈,只能让新时代的年轻人过来寻找宝藏。 当然了,罗杰本人基本是不可能吃下橡胶果实的,不过橡胶果实的潜力很大,陆飞将来还有可能开发出更强力的招式或者形态,至于陆飞能不能打败凯多,还是得看海贼王这部动漫之后的剧情如何发展了。 各位小伙伴们,你们觉得罗杰留下的宝藏可能是什么呢?欢迎留言讨论,点关注了解更多内容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